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標股俱樂部 我是顧德投顧總顧問 湯順奎 湯老師 6月4號 打貝股市開高走高 原因 最低的時候漲57 收盤收最高 大漲157.1566點 收盤 成交量1000億 大漲157.1566點 這個1000億 穩之了得 很穩 我不能講失控 沒有1到1500的失控量 也就是說他還有高點 目標在哪裡 應該是季線 先咬指季線再說 因為季線是多頭的攤頭寶 他目前來看還是一樣 這一波反彈最漂亮的 就是季線把它帶上來 本來是往下彎 我有點擔心 有沒有 本來有點往下彎 有點擔心 結果他痞疾太來 一路過關斬將 今天創一個短波段的新高 如何的一個 看待他的一個 創短波段的新高 原則上的話 我認為他有機會挑戰季線的 一個反壓 你從波幅來看 第一波A波 A波長到這裡 B波整理 C波 A波會等於C波 三階波段論證 規劃保險 你有買我那本書 裡面談得很清楚 那就有機會攻到 所謂的一個季線 季線變成一個多頭的攤頭寶 你不要讓他攻上去 攻上去之後 這個大盤就要挑戰 今年以來的先高 11,097點 現在講 你可能嗤之以鼻 現在講 你一定不置可否 因為現在太多人都在等 我想休假 等行情好 我再回來操作 所以等到11,000點來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認為 行情好會回過頭來 要抬轎的人又是一堆 不要看我這樣說你 這種人很多 反攻自行 這一波的反台 已經造就多少的一個什麼財富 你自己看9958 他跟大盤什麼關係 他已經站上基線 持續挑戰新高 這些股票都是我跟你講的 3653 你看今天還亮燈漲 零板 建設 這單股票我們這個地方 在上禮拜 清代會員買回來 之前單股會員買 買完之後又空高 你也知道我單股會員買什麼股票 今天也是一樣大場 大於資 一檔一檔的創新高 今天有一檔 漲停板 建設你也看到了 3653 然後三檔創新高 也說你要在這個市場 你要買了這個大盤漲 今天大漲你才有意義 而不是大漲 等行情好再來操作 想休假 會講這種話的人 就是等解到 怕中美貿易大戰 說穿了 我最不想講的話 三口三抹鹽 我一定要抹你的鹽 因為橫鐵不成鋼 不會操作 所以藉口一堆 少年不是仇之味 未富心思 強說仇 再講一遍 今天一檔亮燈 三檔創新高 而且我都沒貼 你有加入我LINE的 最近很清楚 我都沒貼 我買我就跟你講 目的無他 希望你聞香下馬 目的無他 希望你 眼睛驚驚驚看 你獨眼龍看戲 你一目了 真的會賺錢 你看四季剛創新高 還有什麼股料 4190 是不是創新高 今天也持續大漲 左燈KY 有沒有 我都有跟你講 6111 一檔亮燈 三檔創新高 回過頭來大盤的一個 今天的一個ABC 準備要漲西坡的37波 亂論證挑戰際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否極他來 我在端午節前 很多朋友很擔心 端午節他會變盤 我也就是論事 跟著大盤來跟你談 我們不會閃躲問題 因為你要看老師就是這樣子 不會支支吾吾 而且上禮拜四的一個收盤 禮拜五沒有開盤 他是大跌 還記得嗎 我記得跌70幾的樣子 有沒有 他是不是大跌 那如果我湯順葵是泛泛之輩 我就跟你扯東扯西 陪你聊天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極盡安慰之能力 那種人不賺錢 你看一下大盤 上禮拜 他是 漲上來之後的一個壓迴 我跟你講他B波 A波 B波的壓迴 準備要漲西波 我有沒有畫第二條線 為什麼我沒有畫第二條線 我湯順葵如果是泛泛之輩 我一定會怕 我就跟你講 可能所以拉回再說 我只畫一條線 我沒有拉其他條線 那顯見得很清楚 我說過他要放所謂的一個端午節了 端午節到底是往上大變還是往下大變 你想聽我的解說嗎 我也沒有支支吾吾 我只畫一條線 一直到今天的開高走高大漲 開高走高大漲 那我也跟你講過 A波 B波 C波 那這個A B C A波 B波 C波 A B 我們這是實戰的節目 所以我必須把你談得清楚一點 那依照葵花寶典技術分析 A波會等於C波 三接波在認證 這邊長多高 這邊會長多高 所以剛剛好怎麼樣 會挑戰剛好季線的位置 剛好這裡 這裡是他的一個反壓 所以這個地方 是下一波我們要看的一個 多頭攤頭寶的一個 能不能夠攻上去 一旦攻上去 我講過就是直接看怎麼樣 就是看到這裡來 老師真的還假的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你自己看 是很多人要在睡覺 你從籌碼面來看 這是散戶的籌碼 叫龍之魚兒 籌碼整一個穩次了得 大牌已經長了這樣 好幾百點 他竟然不動於三 而這些人就是 我跟你講過的 剛剛跟你談的 等航親好回來再說 現在沒有航錢 沒有航錢 不可能會去的 不可能會賺錢 怕中美貿易大戰 等解到 而這三個零零種種加起來 我直接破題跟你講 這種人 就是為自己的不會賺錢 他找藉口 那我今天我跟你講 我唐初凱今天三檔創新高 一檔亮登場零 你怎麼解釋 而且幾乎沒有一檔是蓋牌的 除了建設以外 因為他單股重壓 會不會比較貴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它蓋牌 今天亮登場零板 好 那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在之前 那今天的禮拜一的大漲 他持續的大漲了157點 人是向台的 很簡單 把誘因找出來 那不會莫名其妙的大漲 那是原因是在 國際股市的一個大漲 在休假期間 端午節你看 其實這一波你看 他斜率很陡 有沒有到窮指數 斜率很陡 表示什麼 12345連漲五天 都是用藏紅棒 藏紅棒 藏紅棒 表示什麼 他多頭力道非常的一個強勁 那回到基本面的一個觸發點 就是他什麼 川普之前 對墨西哥瞌睡 瞌睡了5% 大家會怕 他跟大陸打仗 貿易戰 現在又對著墨西哥 下一個會不會加拿大 下一個會不會歐盟 下一個會不會台灣 下一個會不會日本 大家會開始連鎖性的一個反應 所以都會怕 好 那回過頭來 我跟你講過不用怕 因為他已經跌完A B C波 又是三切波段論戰 有沒有 我們這是實戰的節目 你有沒有看到 A波會等於C波 是這邊跌多少 這邊就會跌多少 同樣的道理 漲多少他就會漲多少 這叫做A B C的反彈 老師 真的你A波跌多少 C波跌多少 老師 你看學會技術分析 為什麼 怎麼樣 不用內線他也會賺到大錢 講到這個你看看 湯老師的旗子 不是要把你學路自己的 怎麼那麼厲害 我的會員都覺得 老師 我搶把你坐下 沒有老師像你這樣操作旗子 小湯飛刀 力無虛發 民不虛傳 今天再下一層 十連勝 有任何的造假 日期 點位 沒辦法成交 騙人的 沒有十連勝 結果沒有這樣 騙人的 旗子會員看到節目 馬上可以打電話在顧著頭過來 領舞台 賓士車回家 你要看一個頭顧老師的 操盤的功力 不是解盤 解盤每個都在解 你看上 看下 看左 看右 那第四檔 每個都在解盤 從1點半截到晚上10點 12點都在解 但是他不敢像我唐宋葵一樣 每個都說他大賺 旗子大賺 股票大賺 像我唐宋葵一樣 有任何的旗子的操作 有任何的造假 旗子會員打電話進來 領舞台賓士車回家 你要看一個頭顧老師的 操盤功力 你要看他操作旗子 數十年的功力 火猴 沒辦法騙人了 評論這三個字 正功夫 小湯飛刀 力無虛發 不怕貨比貨 怕你不是貨 你對旗子真的有興趣的 想盡辦法跟我們聯絡 嘗試一下什麼叫做民不虛傳 來 回過頭 怎麼落落等公告家來 來 旗子 美國我也跟你講過ABC 那他這個大漲啊 不是我今天才跟你談 之前ABC下殺的時候 我講過我唐宋葵不是泛泛之輩 我就跟你講過 他ABC修正完畢 他要開始談 而第一波他要談到這裡來 結果他要我們談到這裡來 一口氣直上雲霄 血力相當抖 那表示他是多頭的一個表態 那表示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這個地方啊 我這個地方已經完成修正 而且他超跌 既然是超跌 他回歸基本面 那基本面從這裡畫一條線 他也就是說輕輕鬆鬆探糖取物 他就會挑戰什麼 歷史的新高了 那他最大最大的一個什麼 大家最怕的一個 系統性風險的問題 叫做貿易大戰 中美貿易大戰 會怕 好 那我現在再送你一句話 最差的時間點他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 沒有人會跟你解這個盤 你看我講的東西 都是領先前市場 我講完之後 最近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講 要做內需 美國內需 大陸內需 台灣內需 是不是 報章 雜誌 很多的分析師 沒在分析眼 對不對 師體的師都會跟你分析 我講的東西 我不是今天來跟你談 好 那講到洛洛洞的重點 那我認為最差的時間點 他已經過去 沒有人會跟你談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要選總統對不對 2020 那川普呢 川普明年他也要選總統 所以他在 6月18號下禮拜 他怎麼樣 要協第一夫人 正式宣布進選連任 好 那重點來了 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 川普要進選連任 他的政績是什麼 他的政績是什麼 他是按表操課的 他的政績是什麼 我之前跟你講過了嘛 川普任內的政績 就是讓美國更偉大 結果 美國道全有沒有創歷史新高 從去年1萬5 1萬6 我跟你講到2萬 我說會大漲 會大漲 會大漲 全世界只有我當作為 孤中說 綠翁獨掉寒降學 多少人誤判 結果我當作為一語道破 果然創歷史新高 一路大漲 漲了1萬多點 好 那重點就是他基本面 消費提升 投資提升 失業率創新低 所以他對經濟他是怎麼樣 No.1 美國真的是怎麼樣 American first 我現在講的都是事實 好 那重點來了 他只有這個沒辦法解決 所以他你會發現 這一兩年他在談這個 都在搞這個東西 進出口貿易 所以他在調整這個貿易逆差 所以他發動什麼 全球貿易大戰 他就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貿易逆差改成正的 而且順勢用這個貿易當作武器 因為他經濟很好 什麼叫經濟好 消費力強 所以很多人都想賣東西給美國 如果都不想賣他 消費力很差 他沒有能力打消費這個貿易戰 所以就是有這個能力 所以你看一下 每個都是正的正的正的 只有這個是負的 那如果讓他喬好了 談完你看墨西哥投降了 如果讓他喬好了 那你覺得他會連任 好 那為什麼回到剛剛我跟你談的 最差時間點已經過去 為什麼 因為他要選總統 我要選總統 他在那邊搞貿易大戰 那夠人完的事情 也就是說6月18之後 他可能就不談了 也說最差就是現在 那大盤已經大漲了 你是跟還是不跟 你是做還是不做 等行情好大好再來說 所以為什麼散戶都是 永遠都是看消息裡面做不到 完全沒有判斷的能力 泛泛之輩 平庸之輩 那既然如此 你憑什麼在市場賺到大錢 湯老師不斷提醒你 選對股票不必管大盤 你有這個能力嗎 你有辦法當最強的人嗎 這一波 光這一波你說指數 指數就是最近大漲 你有賺到錢嗎 你還是怕 老頭你也怕 盤子你也怕大胎 你一定怕 如果你走 老頭沒路還是一樣 你錢沒路還沒路跟對了 那我湯順葵是不是放不放自備 棋子十連勝你剛剛也看到了 對棋子有興趣的 腳步跟緊 來 我們就單股重壓 你看一下 91塊大宇之 一檔一檔 你只要出手就是你97塊3 97塊6 又是單股重壓大宇之 創新稿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行家一出手 91塊 今天97塊 所以我會跟你講 你說老實在你說蓋牌 這檔股有沒有蓋 那之前我蓋牌 蓋牌那一檔 我講過萬中選一 百鏈成鋼 單股重要的股票 一定是只做一檔 這一檔一定是千挑百選 百鏈成鋼 萬中選一 大堂 下標 有基本名 那是我蓋牌 建設 就是大宇之之前 升強體狀 建設 買完之後開始動 有沒有 一路 大盤一路開始破底了 我們還是要萬中選一的股票 113 100塊不來 112 100塊不來 116 單股中壓 果然萬中選一 100塊不來 116 人看漲 100塊不來 119 足足兩根停板 謝謝收看 漂亮 那我也跟你講過 我不是不看好他 他只是階段性任務的達成 那他拉回之後 我還會再買 所以你看我們清代會 資金比較大的 又再買回來 今天亮燈漲停板 五水 再發揮 持續的發揮 那這邊看來會挑戰新高 單股也給你看 清代也給你看 行家再出手 編制有沒有 今天又亮燈漲停板 全股好難 真的很難嗎 再來 左燈 那你有加入我LINE的 你有加入我LINE的 我左燈買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對不對 我盤中就跟你講 在6月5號 6月5號 我告訴你 有啦 行家在出手 編制有沒有 當天買當天漲停 那我在這裡講的 你是會員買在這裡 你不是會員你可能買在這裡 也是賺三分之一停板 有沒有 恭喜會員左燈 漲停板 現買現賺 行家在出手 沒有嘗試啊 100塊 109 114 今天6月10號 回首來時消失的路 老師啊 左燈是什麼 生機類股 生機類股 它跟中美貿易大戰有沒有關係 那就大膽買嘛 你為什麼不敢 因為你沒有人帶 也就是說這個大盤 除了懸骨的問題 還有心裡面的問題 操作上的問題 你是跟還是不跟 四機剛你看 又是每貼 61塊8 橫盤我也跟你講 66塊 66塊6 69塊6 從沒有漲 到開始噴出 今天70塊了 70塊7 完了 有圖 有真相 有高興 這是為什麼 來找我湯順葵的人 都無話可說 親戚本有介紹的股市掏客 回首來時消失的路 大盤破離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一樣貼都沒貼 讓你看你 眼睛輕輕看 老師啊 真的賺錢 會不會到底怎麼算 這種電話 我血片般的飛來 我還有股票要不要 這一波大盤已經大漲 你已經錯過了很多 很多的股票 你就不要再錯過 跟對人你就有 為什麼要參加 買得多 而不是看節目買兩張 買得多 而且抱得住 賺得大 不會因為投資 影響到你的工作 影響到你的生活 這不是你要的嗎 這就是為什麼要展嘎 你錯過了這麼多 這一檔 你又不要錯過了 因為這一檔 又是主廚推薦 既然是主廚推薦 他一定是萬中選議 他一定是百鏈成鋼 所以我必須把它蓋牌 我的會員先買 有標股會員賺 有事老是福其勞 這是我對我會員的責任 那我會讓你躺著買 不急 大概預計可以讓你再買三天 買完之後再也開始標 所以請你務必上車 廣告中的電話 如果電話很難撥 把企圖先拿出來 想盡辦法撥龍達 進一段廣告回到現場來 mbolón 國際股市 瞬息萬變 中美貿易 聯動產業 只要精準掌握 市場第一手訊息 只要精選標目 五位大盤漲跌 魁華再首 江山我有 寶典神宮 獲利亨通 唐老师江士林 故事投资最佳力气 请速播顾得头顾 02-2578-3000 2578-3000 有多多耶 有天涯牛奶哦 多多牛奶口味 好喝多多 相信安美诺 美丽是来自最深层的呵护 我们只要出门前 薄薄地擦上一层 你就可以一直保持 在很光亮的状态 皮肤一整天 也不会有厚重的感觉 就是这样 这么地清爽自然 你就会发现 肤色真的变白了 也变亮了 留住你最爱的时刻 安美诺属于你的美丽承诺 我们都是为了全家 不得的才认真打扁 也很浪费的头脑 我也知道 但是流血流汗是很艰苦 但是也不用为了 贪心头脑 不能吃人头脑 所以变成人头账户 为了一刷钱 把自己的状态 就让人开火 开公司 不然是让诈骗集团利用 你自己也变成犯罪 事情的帮凶 不要做人头脑 才不会变见头 金流透明 世界才会给台湾好评 人体像机器 煤热 缺水 容易当机 这时候你需要 水冷S 人体补水作业系统 透过嘴巴下载水分 及等渗透压电解局 不甜 好喝 S水也 说好出的 你父亲的定远军 若能兵不宣任地收响 顺带解决 成一只翅膀 那本王给你重招了手 你别怪我 而女儿只是要 体面地活着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至十点 五周至要 不要 首播在中市 贝比成为贡女 敬献元朝的齐承娘 选入宫廷斗争 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 最终登上元朝皇后的宝座 6月12日起 晚间十点 齐皇后 母仪天下 这是一场好山好水 好风景好盘 选股的问题 不只有选股的问题 还有操作上的问题 不同的时间点 做不同的股票 我在4月底 当时就很清楚的跟你讲 把资金移去做 美国内需 大陆内需 台湾内需 没事情 而且反而可以赚钱 你如果还是买一手电子股 你现在是不是在等解到 没有说错吧 不要看我来讲你 这盘大涨 大涨大涨 大涨人都做电子股 也是等解到而已 不是吗 想尽办法 做股票 滚泥套踢 不同时间点 做不同的股票 操作上的问题 为什么要参加 买得对 买得多 抱得住 赚得大 开电子股的时候 死报的不放 不要做电子股 即将进入淡季 五穷六绝七张点 电子股一张都没有 这才是你要的老师 你说我不想赚 等行情好再来说 说穿的这种人 就是不要做 会怕 找借口 少年不是筹资会 二负心思 你强说筹 没有说错吧 不然今天大涨 大涨大涨 涨的又不是你的股票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说等行情好再来做 不同的时间点 你只要做对不同的股票 钱就赚不完 前人填地 后人收 还有收人 在后头 你是赚还是不赚 前水付后水 古今相续流 前人付旧人 年年桥上游 这是一场好上好水 好风景的好盘 脚步跟紧 棋子 十年胜 你是跟还是不跟 小汤飞刀 立无虚发 不怕货比货 我怕你不是货 你对棋子有兴趣的 欢迎跟上脚步来 每个来都会觉得 老师啊 你操作名不虚传 是怎么做 骑着那些都没了解 脚步跟紧 那今天我讲过了 你觉得不想赚 我今天三档股票创新高 一档股票量都涨零 你怎么解释 这样大涨才有意义 而不是大涨 好棒 漂亮 跟解套 没有意义 说穿了 你就是不会操作 你钱没路 你还没路 跟对人 可以改变一切 你是跟还是不跟 套脑股票 换嘛 换才有机会 不换 因为是电子股 这一波弹上来 弹上来 它是要让你换 让你跑的 让你逃命的 所以你如果还是不跑 下去之后 你还是等解套 不要忘记后面是五穷之后 六绝七上吊 你是换还是不换 你有电子股的问题 打电话到顾德头过来 司机刚 他是不是电子股 不是 台湾内需 他老师有讲过 要做台湾内需 六十一块八 没有涨位跟你讲 六十六块六 六十六块六 六十九块六 很多人还在做电子股等解套 你看一下 今天创新高了 创新高 抠心就不看了 选对股票跟对了 完全不用管大盘 水 司机刚 回首来自消失路 我没跟你谈吗 贴都没贴 他不是电子股 那为什么会赚钱 因为它是台湾内需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 四月底就跟你谈过了 生技股 他跟中美贸易大赛 也没有关系 就放心大胆的买 跌无可跌 就买 一百块 当年买当年涨跌 一百零九 今天创新高 一百一十四块半 老师还满贴 一百块到一百一十四块半 一根半的停板 一根半的停板 六月五号亮灯 六月六号大盘跌 他还是一样水 今天六月十号 创新高 走登KY 安全带榜 选对股跟对人 完全不被管大盘 水 不会因为投资 影响到你的工作 影响到你的生活 这不是你要的吗 花开不同赏 花落不同杯 欲问相识处 花开花落死 单股会员的股票 只做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一定是千挑百选万中选一 大档高标 五股不明 单股会员 身强体壮 盖牌 建策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的 九十五块 九十九块 一百零六 一百一 一百二十三 没动我也跟你讲 单股重要 阿狗肌 阿狗肌晚上要睡得早 比如阿狗肌之后 晚上睡不着 大盘破底 你看 大盘你看这个期间 我五月二十号跟你谈的 大盘持续破之后 最近才谈上来 他持续的创新高 没有动位跟你讲 一直到出 足足赚了两根停板 谢谢收看 水 那我也讲过了 我会再 拉回来之后再买回来 后面 因为他出了 所以我把它交给我的清代会员 又是大买五百张五百万 今天亮灯涨停 我水 水 好的股票 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做 那单股中央买完之后 全市场都知道 我没有买进什么 建策赚完一根 两根停板之后 91块买进大宇之 今天97块3 五岁吧 好像这样再出手 便知有没有 那这档股票 你错过了这么多 这档股票 你千万不要错过 把企图心拿出来 赚到钱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叫做民不虚传 而且是主厨推荐 无必上策 我先三天四天让你买 让你躺着趴着跪着买 好难不当兵 这档股票 你只要有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 什么都好谈 赚到钱之后 我讲过 把大盘走势远远抛在脑后 重点是跟对了 广告中的电话 如果电话很难拨 想起办法拨拨打 物质敌之不来 是无 有标股以待之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各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财 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